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段位还在兰扣段位范围内的为师之人是能教人的 但必须拿128条支箭去印证 除了三段或更高金扣的大圣德之外 一段金扣 二段金扣的圣德 也要拿128条支箭去印证 看这位为师者的支箭是否正确 是否属于邪恶箭 乃至凡是懂佛教知识 而又不落入128条支箭的任何人都能教人 如果确实已经落入128条 严重者只要是教人 绝对就会把人带上邪恶道上去的 三段金扣属于大圣德 是不退地菩萨了 他们有时严肃行持 时而游戏三昧因此难以判别 比如风至拉玛依稀养嘎 又比如日古温波仁波切的儿子 及旺杂上尊 有时行持怪异难以分辨 为了自己的福会圆满解脱成就 请大家反复多次读懂这份圣德门的回答吧 另外有人提出 除了古佛事都不要做供养捐赠 说其他寺庙和住持者没有加持力 供养不会有功德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知见 而正知正见应该是 其实无论是什么寺庙或个人 只要是捐赠给行正确的佛事 乃至做一切善事的机构 都是有功德的 善而善意的念一句佛号 慈悲与众生都有功德 但是功德确实是有多少高低不同的差别 如果供养释迦佛陀一碗饭 那功德就太大了 反之供养的是一个活佛或法师 怎能与供养释迦佛陀的功德相提辩论呢 可是供养释尊堂何容易 要看你有没有这个缘起 万法都得有缘而生 如2016年11月14日中午12点半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 在跟上导游说上面没有风景 导游说不好受我们回去吧 南魔供养佛好像没有听到 继继继续前进 大家只好跟着佛陀往上攀 快到三顶时凑气全部都没有了 佛陀停了下来 这时看到一对白人的青年父母 带着一乳幼小蓝童 连约一睡左右 擦着腿赞金金走了几步 走到南魔供佛面前 脸笑开了花 非常欢喜欲弯腰下去 结果站不稳顺势倒坐地上 用他自己的手 捧了一把泥沙 伸手供养南魔供佛 南魔供佛为其摸顶授记 随行人等见词状 正经吐舌 当下发大清净之愿 我们相信这小孩 就具有捧沙供佛特大的圣姻缘 虽然无财物供养佛佛 而只好住地捧沙供佛 其纯净的心境功德绝对无量 如果无缘 南魔第三十多节羌佛 就不会在已经参观完景点后 决定上车离开的那一刻 突然转身走向一个没有景点 没有游客去的三点 当时大家一头雾水 想不明白好景点等着不去看 来这里干什么 有意散得说 我明白了 原来佛陀是来接受 如同捧沙供佛的 这一事件正与释迦牟尼佛 受童子捧沙献佛统一元像哦 南魔强佛说 你不可乱财妄 我是一个普通佛教徒 有什么资格与释迦佛陀品列 我除了修行就是惭愧 我哪有本事知道会遇上这乳童 这就是一个偶然的巧遇罢了 不要把这事说神夸大了 你们相信这是巧遇吗 为什么好的风光点不去 偏偏要到这个很长一段路 而且没有风景点 又冷又臭的高处呢 只有白痴才会相信这是巧遇 我们所说没有丝毫夸张 完全是随行众人亲见的事实 佛陀太无私 太自谦 太圣洁了 不愧为正觉无量之如来 也许你们会认为这就是圣洁吗 不错 在这铁的事实面前 南魔强佛没有说自己是古佛将士 是专程来接受童子捧沙供养的 反而说自己是普通佛教徒 是偶然巧遇的 这样的崇高光明之德 还不是圣洁吗 其实棋子是圣洁 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 不要说南魔称佛五名的高度 是佛始无双 佛将甘露印证 借心经说真地是佛陀说得法 仅就大家看到 枪佛的红三骨色佛陀真容显现 如太阳放光 造得人真不开眼 眉间白毫亦变长短多少 放光加持等等 佛陀特有的三十二相 这就是铁正如山的佛陀 南魔枪佛把一切好的都说成他人的 而把他人不好的都捡来自己担负 相反 有的人本来就是凡夫普通人 却八方虚吹冒充圣者 把与他无关的 光彩的都归功于他自己 这种人太低级 太邪恶了 南魔枪佛还把自己发明创造 中国卫生部批准为第一号的雄利欲法医 法毕生 让人私吞霸占了三十年 还背黑锅 让人误认为是拿了钱给南魔枪佛 要不是今年霸占者显入私恶心态 大家还认为南魔枪佛只是佛史上 唯一不收供养 义务服务大众 却根本没有想到佛陀的无私不堪 光明佛境 竟然超越了自己发明创造该得的财富 都无执念 有谁得到了如此崇高的圣经呢 拿走三十年没有给佛陀分文 而佛陀没有依据燕缘 南魔枪佛的不为名利 无私无贪 自谦平等地众 关心他人 甚于自己的崇高光明得品四季 至少几本书都写不完 我们在收集整理中太多实力了 只能说善尽佛觉降光 太震撼了 太震撼了 太感人了 祝大家诸恶莫作 纵散奉行 修成大道理 开福大智慧 造正上菩提 福报昌隆久无量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德门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3月22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